再来就是说,这边上面有一个Text View 你可以把它做更改,颜色怎么改,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Text Color 这个是有个属性,将来相关的属性可以从这边去做变更 这边有一个Properties,你可以从那个属性里面去变更 它的属性标签是Text Color 那几种给它颜色的话,几种写法 你可以给它固定的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字串 写在也是一样,写在String字串,或者另外再建一个Color字串也可以 就可以建颜色,那颜色的定义其实跟那个网页一样 就是一个景开头 后面16进位,00就是R G,G的话就是FF B的话就是00,就是红绿蓝 所以我绿色的话就是FF 那这个颜色部分请各位自己再去调啦 反正很多地方可以找到怎么去查颜色的部分 OK,那字的大小可以从这边去调 那我给它什么呢,比如说 大小我后面单位记得给,28 SP 它有DP跟SP 那SP是相对的,相对的那个像素 所以我用SP Enter 那这个地方的话字大小,那你越大字越大 所以这边请各位自行下去调整 再来的话拖拉一个Button 按右键去更改什么 第一个先更改它的Wise 我把它改成Other 那这里的话我用50 50DP 就是给它50个像素 50个点 固定的50个点,宽度 那底下第一个是宽度 第二个按右键 再改什么ID ID部分就给它是叫B01好了 然后呢上面的文字就叫做1 就输入1就可以了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1 不过再来其他的你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你有一招很简单 按Ctrl 再去拖拉 去怎么样 丢上去 它就又复制一个 很简单 就是 按Ctrl 按住它 丢进去 它又产生一个 有没有 就是Ctrl 就是复制 拖拉放进去 就表示复制进去就对了 那再来就是直接怎么样 再去更改它的相关的名称 包含什么ID 跟 这个里面的字 可是问题现在一长串 你不是要放一长串 你是要放在什么 放在一个横向的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么 Layout Layout里面有个什么 横向的 有没有看到 就是H开头的 拖拉过来 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可是它的位置不对 位置在下面 对不对 你可以把第一个按钮 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对不对 它就进去了 第二个按钮 把它丢进去 也是丢在这个横向的 第三个按钮 放进去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放一排横向的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希望让它怎么样 让它 放在正中央 因为现在是放在左边嘛 我要放在正中央的话 特别注意 按右键 在哪里按右键 在哪里按右键呢 在这一个类奥 就是水平的这个类奥里面 找到有一个对齐方式 就是这个 就是Gravity 这个 你就选这个 里面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Center 就好了 或者是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呢 Center Vertical 或者等等 那就选正中央 就是Center 按下去 它就正中央了 OK 那做好一串之后 有没有 你想说 老师我还要 其他几串 很简单 你就按住它 按Ctrl鍵 丢上去 有没有 第二串就出来了 有没有 就多一串了 那还要一串 对不对 再按一下 拖拉放进去 第三串又出来了 还不够 还要再一串 按Ctrl鍵 拖拉放进去 又一串了 那如果说最后面的那一串 如果还要再出来的话 没复制好 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 一个一个丢进去 那丢进去之后 最后看你要不要多一个 这个清楚这个地方 看额外放也没关系 因为你就丢一个 它的宽度 设为 这个外词 我是设为 150 按确定就可以 那名称的话 就是BeClear 那这个画面 完成画面 也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在云端白板 画面这边 就有一个 这一个 我的 云端白板这里 你们可以找一下 相关的设定画面 请各位照这个上面来做 这边就是在 在这个 OK 应该是前一张图 就这样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